志工每天穿梭在帐篷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那就是每个人手上都带着一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要记录的是 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样貌 包含了这一家有几口人 几男几女几个孩子 多少人在工作等等 志工用心了解这一些 是因为当将来要做 中长期援助计划的时候 这一份资料都是重要的依据 分组开会 凝聚共事 第五梯子季正在医疗团加入后 启动深度访试分区列册 三条动线人员物资准备后 准备出发 帐篷区是第一条动线 从编号一的帐篷开始 一个家庭但是有22个人 我们现在想要掌握的指教 就是人数家庭跟他们 是不是都住在这个帐篷区里面 还有还是他们另外有 可以安生的棋所 手拿普查资料 再加带一本随身空白笔记 慈善生根得步步扎实 他们的预期即将来临 能不能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牺牲之处 再来就是说能不能给他 其他的物资方面 然后让他们度过这一次的极难 当地志工藉由翻译 也渐渐了解自己 我希望能帮助 准备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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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试行动全面扩大 间接让善的肿苗就在当地发芽 带来新闻彭书辈李明华 尼泊尔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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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